继续来带您看到的是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 即将在3月 接党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 他在日前表示 要逐牢食品安全的防线 确保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转变政府职能不搞屁股指挥脑袋 对于中国食品的安全现状 究竟外界怎么评价李克强的这一番话 带您来了解 大陆通讯社中国新闻社报道 申见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的李克强 24号主持食安委第五次全体会议时强调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重大基本民生问题 强化市场监管 食品应该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李克强指出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 是触动利益的事 一定要从大局出发 不搞屁股指挥脑袋的本位主义 所谓不搞本位主义 那就是不搞利益集团 所谓不搞屁股指挥脑袋 这个所谓的屁股就是说是你坐在哪一个利益集团的位置上 你就对那个利益集团说话 所以说他这里面直接就是点到了洗礼 他目前想推在中共的这个政府之内 推动一定程度的改革 这个改革受到了阻力 对于今年的工作重点李克强说要抓牛逼子 抓重点难点热点的食品安全问题 还要敢碰硬骨头重拳出击重点制乱 因为所有的利益集团他们都是屁股指挥脑袋 他并不是真正的用自己的脑袋在决定是否应该改革 而是呢坐在哪一边就替哪一边说话 大部分的官员有这个问题 报道说会议听取了十安委成员单位的汇报和发言 深意了2013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并认为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在今天中国空气污染了水污染了 在这种办法下可以说百分之百的食品都是不完全的食品 除了他们东南海特供的食品之外 老本身没有完全的食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依然还是说主流是好的 这种话非常让人愤怒谎言 我个人觉得很难很难 人服于是每个集所利益都是想着钱 他这个批评是对的 随着大陆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满日益强烈 中国当局颁布了食品安全法 2009年6月起生效 但是政策的执行却受到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的干扰 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 因为很多官员和执法人员本身就是道德划破的制造者 新闻人电视朱志山王子齐王明宇采访报道